北义女中逆转圣金欧女中 记者黄志原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HBL女子祖育赛经持续于高雄中学体育馆开打 稍早由金欧女中对上北义女中 在前三节一路落后的北义女 靠着全队多点开花 团结力量大 在下半场合砍35分 加上金欧 单场就发生38次失误 北义女最终以64比55逆转击败金欧 比赛一开始 金欧就靠着廖伟琴 将明涓齐首强分 在上半场结束就以35比29领先北义女 一篮后 但上板更大爆发积极追分 在第三节结束时将两队比分缩小 仅剩二分之差 末节北义女更是得分大爆发 趁着金欧体力下滑 单结狂喊21分 最终顺利逆转 欲赛开湖 金欧女中 廖伟琴 左 虽然全场攻下22分 但仍无力助球队保住胜利 记者黄志原社 北义女中 结永运传球助攻 记者黄志原社 北义女中 游舒寒突破包夹 记者黄志原社 此一 北义女四人得分上装 杰永运拿下全队最高11分 替补上场的罗云秀 游舒寒也都有十分进账 反观金欧 廖伟琴虽然砍下全场最高22分14篮板 搅出双十的好成绩 不过杰队单场却发生38次失误 也种下拜英 北义女中 杰永运记者黄志原社 北义女中 罗云秀投篮记者黄志原社 北义女中 游舒寒 上篮记者黄志原社 金欧女中 廖伟琴虽然全场攻下22分 但仍无力助球队保住胜利 记者黄志原社 中文字幕提供